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各位小伙伴们 周末好啊 欢迎收看本周的伴娘QA 那本周呢 非常特别啊 是父亲节 在这里呢 我要对咱爸们说一句 节目快乐 身体健康 好了 接下去就让我们进入 本周的酸牌子环节啦 这位叫做雨声很长 一点不光的同学 他说 小薇啊 国际服刺激正常 是不是没有宠物鸟啦 有啊 在国际服的地图上 有几个地方只要你找到的话就可以通话啦 然后呢 他就会跟着你啦 不过据说这个鸟别人也看不到 而且也没有任何的作用 所以就紧动自己观赏啊 这个叫做55758368的同学说 小薇啊 以后玩恐怖游戏的时候 边玩边放好运来 这样就不恐怖了 甚至还有点小笑 我稍微脑补了一下啊 感觉好像 是挺好笑的 突然觉得 我不怕你们推荐恐怖游戏啦 大不了下次我就 边放好运来边玩嘛 谁怕谁啊 对吧 好 这位粉丝叫做 艳语游戏推荐 那个薇姐啊 我看了你的Vlog后呢 去海底捞要西瓜 但被服务员赶出来了 啊 不可能啊 你好好地跟人家说呀 我觉得他不给你一支 至少也会给你一盘嘛 当然了 为了防止你故意干我啊 我有一句话不知当问不当问 就是你 有在海底捞里吃饭吗 别饭都不吃 就直接进去为人要西瓜 那应该当然不给你啦 这个叫做走向全国的粉丝 说百娘小薇 400万粉丝你找个男朋友 可以吗 哇 看着感觉很心疼我呀 哎 看多了那种 其他艰难的挑战 看着这种 不知是感动着想哭啊 但是 是 嗯 蓝红是什么 嗯 好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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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读完了评论之后呢 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啊 就是本周的Vlog千万不能错过啊 这是一条有细味的Vlog 至于为什么大家可以去看吧 另外的话 这次Vlog呢也是有A国 特别神秘嘉宾密画的 而且他 嘻嘻嘻嘻嘻嘻嘻 超帅 好了 我们下周的百娘客人再见 拜拜 拜拜